綠落的刀工短短幾分鐘 雜亂的頭髮就修剪出清爽髮型 另外一側則透過按壓 撥筋 拉伸等 推拿專業手技 緩解疲勞疼痛 屏東三立門鄉賽嘉部落 舉辦的愛心意解與推拿活動 吸引超過百位族人前來 感覺怎麼樣 很輕鬆 然後有沒有變年輕一點 當然是有了 變年輕 對 有沒有很開心 有 這個壓了以後 感覺哪一個痛 那個他們壓的人 會跟我們說你哪裡不好 很舒服 然後自己知道 哪個地方有問題了 這邊是常按 我們就會紓緩我們頭部的神經系統 推拿結束 推拿師還提供族人保養身體的小撇步 此次愛心活動共有三個民間團體響應 出動了數十位推拿師與髮型師 為族人打理門面與疏解筋骨 在年級前提供暖心服務 帶領我們所有的公會的一個學員來這裡幫偏鄉的朋友做服務來議檢 因為要過年了 讓他們身體可以健康的方法 健康的方式 讓他們解除身上的病痛 我們很希望說能夠到偏鄉到部落裡面去推廣原始點這個不用吃藥可以自我保健的方式 我們老人家也太多太多的讓你們身體悲有不舒服 過年的時候悲 所以他們今天康康 民間團體運用自己的專長提供服務 關懷原鄉部落族人 期待有更多人加入公益行動的行列 相信能讓社會更加強和美好 原始宣言歌手 屏東三里門採訪報導